郭德纲、江坤谁才是正规军 郭德纲与江坤谁才是正规军 如果从体制内外来划分 江坤肯定是属于正规军 毕竟是国营院团 拿的是工资汗落保收 而郭德纲的德音社却属于边外人员 是私营企业 必须靠自己一场场演出正工资 没有演出就没有收入 这么看来江坤就是正规军 郭德纲类似游击队 但是现在好像他们的地位反转了 在郭德纲的德音社还没有一举成名天下之的时候 江坤为首的主流向上界当然是正规军 他们代表了相声最高殿堂 而且那会儿各种晚会慰问演出 只有主流向上界的身影 郭德纲甚至连游击队都算不上 能在一些庙会乡村等舞台上混口饭吃 郭德纲曾经调侃自己和于谦是交线天王 连五环都进不去 反正五十块钱往上九十块钱往下 没演一场而且几乎没有北京城里演出 都是北京六环以外各大乡镇交线 那会儿我就说 我说咱们是交线天王 我们进不了城 老子在外面不见 一个字 绝 绝绝 但是随着郭德纲的成名 德音社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尤其是他的云鹤九霄徒弟们已逐渐成长起来 德音社变成了相声界的一面金子招牌 就连央视也认可了德音社 小月月五次登上春晚舞台就说明了一切 反观江坤等主流向上界演员 除了慰问演出及一些晚会相声 就没有了他们的市场 21年天津卫视 德云社相声春晚在京完成录制 除了德云社的众多演员参与之外 还邀请来了马志明 田丽和 杨绍华等 这几位相声表演艺术家一起共画家和传承 而其中的马志明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少马爷 更是说出了惊人的话 这令江坤坐不住了 究竟是怎样一番言论呢 且听老曲我细细道来吧 众所周知 江坤跟郭德纲那是一直合不来 在如今的相声界 江坤和郭德纲交战多年 各霸一方也水火不容 郭德纲没有正儿八经的失诚 刚出来闯荡的那段日子 他受了不少欺负 江坤算是其中之一 可以说是对事不对人 毕竟江坤确实没有指名道姓 说过郭德纲什么 再后来又出来反三俗 德云社也是正式和主流说在线了 但是十几年过去了 谁也想不到德云社也能被提拔成为主流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这一切还要从最近的德云社相声春晚说起 郭德纲是天津人 每次在天津都要拜访的曲艺名家当中 其中就包括马志明 在郭德纲眼里 马志明是当今最会说相声的演员之一 而马志明对郭德纲这个相对年轻的演员 也比较看重 而借着这次相声春晚的机会 郭德纲也是正式邀请少马爷 参加德云社相声春晚 马先生与郭德纲就交甚后 爷俩时隔16年再度同台 不仅配合表演节目 马老对郭德纲更是毫不吝啬一美之词 马志明究竟是谁呢 他就是相声太斗马三丽的长子 辈分高而且能耐很大 作为天津相声界极具分量的人物 马志明拥有举足轻重的行业话语权 他称郭德纲是马氏相声传承人 这既是证明又是极高的肯定 相当于把马氏相声旗帜交到他的手上 这令郭德纲感到受宠落惊 今年坊间不是传出两人不合的猜测 此次少马爷不仅应邀登台 还亲自为郭德纲捧根 这个令人惊奇的画面 远远超出了大家的预想 一举激破了坊间的传言 马先生因为年龄的原因 隐退江湖很多年 但少马爷与之相声 无疑是泰山北斗般的存在 是不容置疑的大师姐 一个名字就把千大爷吓得冷汗直流 不至于吧 其实事情很简单 当年郭德纲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曾杂卦过老汪的老婆 这让老汪十分生气 差点和郭德纲对不公堂 按理说 相声演员在台上杂卦同层 是很常见的事 更何况 郭德纲还说他和汪洋是发小 可以说是在一个院里长大的 老汪何必生这么大气 侯耀文也是十分互犊子 职员相声表演杂卦的 都是熟悉的人 不熟的还真就不拿来开玩笑 至于老汪为什么为这视状告郭德纲 侯耀文有自己的看法 侯耀文这话的意思不就是在说 老汪状告郭德纲是在蹭热度吗 就连在一旁坐得十副宽 也说老汪这是在没事找事 应该让法院的同志 别给人添太多的麻烦 然而 后来老汪在直播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首先 老汪觉得当时郭德纲在台上的表演 已经称不上是杂卦了 而是谩骂 而且他和郭德纲也没那么说 老汪表示 虽然他和郭德纲都是天津人 但两人总共也没见过几年 说话甚至都没超过十个字 这可和郭德纲说的发小相差甚远 双方各执一词 事情越闹越大 用老汪的话来说 已经惊动了不得了的大碗 最终还是郭德纲败下阵来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老汪道歉 我在说 我也说我一直在找网上道歉 我向他道歉 这些话我觉得在卫视 这件事才算平息 也难怪这么多年来 鲜少看到郭德纲杂卦别人的老婆 一直都是站在一旁的千大爷吃亏 但是我是张智智 Saudadi的 我对了 你才有二分心 这一位是 区别人的老婆 而是 那我对了 我对了 这个阁 Bom 冠官 如此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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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